资深艺人贺一航因为大肠癌病逝享受64岁 今天早上举办了告别式 由他生前最后节目搭档白冰冰来担任公祭主持人 白冰冰说贺一航在面对病况时 他是勇者也是弱者 而资深艺人于天夫妻 还是很难接受他病逝的消息 眼眶不断泛泪 由于贺一航在生前没有办过任何一场演唱会 而这也用音乐会的形式来送爸爸最后一程 但是在过程当中男人哀伤 他一边唱一边哭 让在场的亲友听了也跟着比赛 演唱父亲贺一航深浅的招牌歌曲 让身为儿子的曾志豪认不住悲伤情绪 边唱边哭 因为再也听不到爸爸现唱歌曲 爱上的歌词加上悲伤的歌声 让在场亲友也跟着哭成一片长迷哀气 由于贺一航生前没办过演唱会 家属才想到用音乐形式送贺一航最后一程 为了不让告别式气氛太过哀伤 现场播放贺一航深浅的纪念影片 都是贺一航带给观众欢乐的一面 就连灵堂遗照也都挑选贺一航深浅 笑开怀的照片 而艺人马Kio身为贺一航的化妆师 也整夜没睡 期盼能画出贺大哥的完美面容 你不要心切我晃得太不好 我一定会把你晃得很帅 他完完全全是非常开心的状态 在天堂好好的过 那我也希望他能够碰到这个诸葛亮 这个年纪轻轻的这样走 我真的想不到 太初心了没有发现到 那现在总之一个好朋友离开我们 想到就是不敢嘛 出道四十多年的黑行 在演艺圈中广结善缘 包括圈内好友张飞 郑金英等人都来送他最后一尘 家属只期盼享受六十四岁的黑行 能借尾影片让大家将黑行 冷面笑将的独有魅力 涌流心中 记者 纵火道